摩西先生 你怎么了 需要送往医院就治吗 你 你们大厦无故向霸国战机开火 属于公然违法 国际安全条约 你们要对此负权责 摩西先生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 刚刚我们是在模拟演练而已 天上飞的只是我们是先安排好的模拟战机 关你们霸国什么事 原来是这样啊 抱歉 我老糊涂了 刚刚眼花了 以为天上飞的是我们霸国的战机呢 没关系 有误会解释清楚了就好 大家不必紧张 刚刚也是演练计划中的一环 只是为了更加真实的模拟实战而已 我宣布 本次航母下海鉴赏会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的到来 你们刚刚是没看到奥斯丁那群王八蛋的脸色 痛快 真是痛快 可惜没再多来几家 否则今天咱们非得把霸国的五代机一锅端不可 哼 王老 我觉得这次你做得太过了 对待霸国 我们应该彰显大国风范 不应该把事情做绝 还有十三 我觉得你这个人吧 做事风格太过极端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难道就不怕笋招用多了 以后会被人骂baby无耻吗 你需要记住 现在霸国依然是世界第一 在对待处理霸国事件的时候 需要慎之又慎 孙昭 我告诉你 如果可以 别说孙昭了 我宁愿化身人图 图尽敌人 我宁愿背负一世骂名 也要为后世子孙杀出一个乾坤盛世 老程 你那守旧的思想要不得了 以前你仰慕霸国强大 虚心向霸国学习 那是应该的 可今时不同往日了 我们已经正面开始打赖台了 如果还抱着我们不如人 我们要反思自己 我们要虚心向人家学习的态度 那永远要被别人踩在脚下 看不起 即便是大下崛起了 强大了 但很多人内心还活在过去 陈先生 这次的演练之所以能成功 多亏了你能及时把航母阻拦所 和隐形油漆的摸底出来 若非有这两样东西 今天恐怕丢脸的不是神后国和霸国 而是咱们大下 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罢了 其实真正的功劳 应该属于咱们战方 还有咱们的科研人员 走吧 去白龙号上 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龙老 您最喜欢做事了 此情此景 您不吟试一手 此情此景 我倒是真想因试一手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好 好 好 古人的诗词 我不过是拿来套用罢了 陈先生 不知道此情此景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正好 我这里也有一首诗 也算是套用古人的诗吧 只不过比起横曲四句 略显小儿科 这世上又有几首诗 能比得上横曲四句的 咱们本就不是学文学出身的 不用帕卡纳 再说武防 三军列阵 铁甲声会 惊奇烈烈 银姿萨爽 吼声震天 威武寿月 中武魂 豪秦烈 百年池 金昭雪 套用了岳飞将冰雪 套用了岳飞将军的满江红 让各位见笑了 好 好一个中武魂 好情烈 好一个百年池 金昭雪 我们 我们大厦这百年来受了太多的窝囊气了 今天我们不光在各国战方面前扬眉吵气 还当着霸国佬的面 狠狠打了他们一个耳光 让他们知道我们大厦不是随便可以挑衅的 从今往后 能受到耻辱的只能是他们外国人 陈先生年纪轻轻 不但本领逆天 思想还如此进步 当真是我大厦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朗朗 陈先生正在跟商力竞选吴老星 他们的竞选内容正是工业大摸底 光是一个航母阻拦锁 我就能保证陈先生本拿第一了 更别提还有隐形尤其了 陈先生 你放心 我回去一定会以战方的名义 把你的功劳通通提交上去的 保证你能摸底第一 参观结束后 王明跟众人商量关于五代机的宣传问题 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了 还击落了八国 那么多架战机 那么就应该大家宣传 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们大厦的实力 这样 五代机才有威慑效果 众人风筝点头速和 我觉得不妥 其实现在正处于八国战方最艰难的时期 财政吃得很紧 若是我们这个时期把五代机研发出来的事情大肆宣传出去 甚至还大肆宣传击落八国五代机的事 那么奥斯丁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可敬的申请资金 而且据我所知 八国在五代机生产线的军费上 已经陷入了纠结阶段 是继续加大投入还是停产 所以 我的意见是 后期可以大肆宣传 但是这个阶段 我们依然要装作五代机难产 战力落后的样子 迷惑敌人 不错 是这个道理 航母体积太大 但凡下水实验都隐瞒不入 所以可以放肆宣传 但是五代机还是得瞒到敌人再多一些损失 再拿出来宣传才好 可是 能瞒得住满 奥斯丁摩西可是亲眼看到 他们的战机被击落了的 放心吧 现在他们国内乱得很 为了自己的职位和名誉 他们甚至得帮咱们隐瞒五代机研发出来的事实 八国的战方 从来都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和人民而成立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离谱的事都干得出来 结果这边话刚说完 那边就有人过来汇报了 原来 八国战方因为承受不住舆论压力和游行压力 对外发布了消息 陈先生 你之前说你那个白龙王的名号是出到之前忽悠人用的 我怎么感觉你这却有之过去未来的大能啊 地独某酒店包厢内 知名主持人邱黄正与一名外国美女面对面的作者 邱先生 打听情报的事情 就拜托您了 事成之后 另有重谢 对不起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 你看错人了 丘黄冷着的脸清惊爆起 看人真准 很快 包厢内一片狼藉 陈先生你好 我是天下战士栏目的主持人邱黄 今天的演练我也在现场 我觉得咱们挺有缘的 就想能不能请您来我们节目组当一回特邀嘉宾 邱黄 哼 可以 不过时间得由我来定 这个是当然的 陈先生您这么忙 我们理应配合您的作息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 王老你们请不到我理解 但是为什么不去请盛丰年 李建国这些大佬 却偏偏请我一个非战方人员去这种节目上聊啊 嗯 这个 总不能说 已经在霸国那边得到了情报 知道你是三只小五代鸡的秘密吧 哦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节目请了太多专业人士了 最近想请一些非专业的 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一些事情 您不用紧张 也别怕说错话 我们这是录播 你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了 不合适的话我们会剪辑掉的 咱只需要实话实说 即可 节目开始录制之后 邱黄开始跟十三聊天 不过十三越聊越觉得不对劲 陈先生 最近的航母下海您也在现场 不知道您对咱们大侠自研的五代鸡有什么看法 十三敏锐的察觉出了一些不对劲 那什么 录得有点久了 我想先喝点水 上个厕所再继续录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现场的工作人员 大家也都赶紧去上厕所吧 等陈先生休息好了 再接着录 十三去了厕所后 直接给江鹏月打电话 让他帮忙调查一下邱黄 同时十三还打开了邱黄的默讯微博 随便浏览了一下 十三知道这个邱黄是个什么货色 这不就是个高知吗 这时江鹏月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们查到邱黄的账户里 最近打入了一笔巨款 昨天晚上 一名隶属于佛伯乐的美女 还跟邱黄去了酒店 另外 她已经向霸国申请了绿卡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